中文字幕——YK 这里是沈从文笔下芙蓉镇的重生之地 若望种种 让沈凌亲情于这片风景文化的山水之域 可鲜有人知 在湘西州州府所在的棘手市 含有这一座历经千年 明幻乾州的古城 那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祝梦人 印记之飞移剧团的祝梦人 正在播出 乾州古城 有超过4200年的历史 因古城地域版图形似周易之中的乾卦 古未知乾州 古城几经饭修 移风有存 石头墙 石板路 在这里 人们不仅可以探寻心中的古城记忆 意图当年 湘西荣盛之都的风貌 更可伴着 让人振奋的古典 欣赏一出精彩的妙古 青石墙内 鼓声悠悠 这种江美 浊于柔而非于力的古 正是湘西的苗古 这些天 千州古城 每天上午 都会有一群年轻人 在城墙内 伴着古典的节奏翩翩起舞 湘西的苗古 分为庆年 庆神两种 在每年春节前后 赶秋 推牛 荒收喜庆 婚嫁 迎宾客等重大活动里 苗族人都以古月相迎 以古月书发自己情感 今天既非节庆 也不妨喜事 城墙之中 苗家安于传闻鲜明的记忆 只是为了寻一个梦 把手举起来 左手划过不眠 然后右手划上来 然后打 转身 划过不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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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直接打下来 我们苗族 都喜欢打苗果 我从七八岁开始 然后我父母 包括周围的人 都在打苗果 然后就把我们教去打苗果 然后我们一直打苗果 就打到现在了 教他们打苗果 也是一种 为了把苗果传承下去 因为现在 毕竟民主的这个东西 现在越来越少了 湘西多山 苗寨也大都半山而立 在城市化竞城 飞速发展的今天 年轻人竞城大势所趋 这一点 在他们平日里 所穿戴的服饰上 就可以看出大概 1 2 3 作为加州的南丁 26岁的杨成 自然是要进城 挣钱养家的 1 2 2 3 然而 身为一个地道的苗族小伙 杨成 又不愿看到 自己民族的传统 就这样慢慢消失与他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看到了两者皆可得的希望 没想过做一个人 因为从小就接触了这个东西 以前刚学的时候 也没想过以后会进剧团里面 都是为了一个爱好嘛 因为少数民族 我们苗族都是为了爱打鼓 2010年 刚刚走出苗寨的杨成 只想找个工作挣钱养家 去正巧奉上前周古城里的民意剧团 在招呼苗鼓的演员 从小 席得苗鼓的娘成 流了下来 然后看我们的手 先往手放在上面 然后抓手滑鼓鼓面 是不是 你从小爱打鼓嘛 然后 剧团里面 然后 苗族 在我们这边也是个少数民族知识 然后 他们组织起来了 就搞这个苗鼓表演 所以我们就碰巧进入剧团里面 一晃树仔 小伙杨成已人称的剧团苗鼓舞的老师 今年的夏天 团里新招的几位苗家姑娘 成了她的目的 一 二 三 四 走 一 二 毕竟民主的这个东西 现在越来越少了 威武士文化遗产的东西也越来越少了 因为他们既然爱好这个东西 愿意学这个东西 我们是非常乐意帮他们教会的 在村里面带着人家 就小时候就决定要学她了 苗家儿女 对苗鼓有着特殊的感情 那是民族的烙印 也是他们对新民的缅怀 苗族以前我们室友祖先的时候 那时候大战的时候 然后战败了以后 从我们迁到我们这边来 然后什么都没有留下 只留下一面苗鼓 苗鼓 俊脸代表苗族就是这个故事 传下来的 究竟是先辈们传承下来的记忆 养活了自己 还是自己现在正在为传承祖位的记忆 共性力量 杨成不知可否 年轻的小伙子只知道 只要每天有苗鼓的陪伴 就会让周遭充满着家乡味道 在那里 杨成所在的剧团里 很多上的四数的演员 都是各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 从农民到一名剧团的演员 这是大多数人以前不敢奢望的事情 年近七旬的彭继龙 是土家族提马神歌的传承人 提马是土家旅中原始宗教仪式的音译 提马神歌是土家族一种音唱式的长篇史诗 土家族的历史 民族的迁徙 天文地理 信仰禁忌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无不包含提马神歌之中 麽咧 无停了 我们今天就要去 神社呗 山洋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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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民性活动 转店过来嘛 我们那个东西啊 不就是传人 可以往下再传下去的 我们是既时代的祖传人 如今 提马神歌已经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犹之中 成为了土家族人特有的精神财富 彭老因提马神歌圆了儿时的演员梦 是 《零零舞》 《百首雨》 《土家枯架歌》 剧团表演的每一个节目 都有着浓厚的地狱风情 《零零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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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这个表演讲得清楚 表演们就是为了 搞个这个活动好看 这个事情 我们相信这个 国情有这种流程 就起众个重要 搞更多个事 就短短时间的表演们 今天我们到家 该表演也只搞了 那么点哈 你按我们的规矩 给他做方式 最小的要办业 在剧团舞台上展示的 《零零舞》 必须符合市场的需求 考虑到观众的审美 彭老的《零零舞》 更像是一场 被艺术化和简单化的仪式 《零零舞》 跟网城一样 彭老感觉不够尽兴 可现在 还能有城里人 愿意接纳图家族 踢马神哥 这种传统的艺术 已非亦是 在剧团里 彭老最高兴的事情 不是表演 而是 焦图首页 祖传了几十代记忆 一度兵临消亡 现在 反倒是看到了 兴旺的迹象 彭老很开心 但彭老自幼 一直生活在农村 城里人 或是说演员的生活 他现在 依然有些不适应 往日在家闲暇的时光 彭老最爱喝三五好友 喝上几杯自家酿的土酒 现在 因为有演出任务的原因 酒是不能喝了 但如何回味家乡的感觉 彭老自有他的法子 有关联系 喝下来 饿了 那你也知道 有点 喝酒 喝酒 酒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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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讲,有小筋盖呀,两面针呀,一颗针呀, 一般我们就是搞这些领针,以这个为家,以这个要维持生活。 这个就是小筋盖,小筋盖呢,我们一般就是给人家盖钉,盖这个钉子啊,小筋盖就是盖钉子啊,但是小筋盖,又要用我们这个密心来给他盖来,又要用这个药草。 彭老家中祖辈都是唱提马神歌的传人,一些致病的图方法,驱邪的仪式都记录在那偷而相受的音场诗篇中,久而久之,采药致病,便成了一种手艺。 平时我在家里,我就是肯采药,跟了我的祖父一起学,就采药。 一旦没有事,就杀杀,杀杀采药,采药板来自定。 有的自编子啊,自然生包窗啊,红刀节骨啊,这些我们都会搞。 因为我在家里呢,杀杀采药已经是习惯了,我的就是,一般就是采药。 湘西的山,大多显药,即便是在这棘手市的周边,进山的路,都得自己一刀刀开出来。 在土家人眼里,这些活就好比吃饭喝茶一般的人。 偶尔在山间,能挖的一些不错的药材,蓬老都会满心欢喜。 土家人认为,这是山神给予他们的馈赠。 这个是种补品,延伸。 我看一下是不是。 人神,小人神,这是山上神的小人神。 有的人喜欢冬,例如近身采药的蓬老,有的人则喜欢静。 好似此刻,正在古城风雨桥的长廊上,打着花带的无辣袍。 花带是苗族的一种民间手工艺品。 千百年前,山居大山的苗族祖先,为了防止被蛇咬伤, 用线织成和蛇大小一致,花纹相同的袋子,佩戴在身上。 而后,逐渐发展呈现在色彩鲜艳图案多样的彩带。 故叫做花带。 在剧团里,胡辣宝是个打花带的好手, 但他更拿手的,还是清唱那婉转动人的苗歌。 我以前,我从小的时候很想找一个圆, 像是治个圆爷,但是我家庭条件不好嘛, 我都吃熟了,那以后我就成家了嘛, 拍儿养你的少傅的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我就熟了。 但以前我爸我妈也熟了。 因为家境不好, 吴辣宝成家后不久,便跟着丈夫来到棘手市谋生。 天生一副好嗓子, 吴辣宝是当地苗歌的传承人。 每一个月都有那么一两个晚上嘛, 都在请我唱歌啊, 有的是参加什么活动啊, 我都很开心。 吴辣宝的老家,在棘手市寨阳乡, 尽管路途不算近, 但一有空闲的时间, 他就会回老家看看。 那里的村寨,小溪, 早已深深地植根于吴辣宝心中。 因为苗族的服装首饰穿戴起来很繁琐, 现在的苗寨中, 汉化已经越来越严重。 在寨阳乡的老家, 一些年轻的女子都不大会扎出苗族花式多样的包头巾。 每次回家, 吴辣宝都免不了责备一份。 他是他这辈人走出去最早的, 却又是最为坚持苗族特色的一位。 我在家里的时候, 我搞了黑衣紫文法, 杀杀人的时候, 我还在中学上课, 小学, 现在有很多学生还想学, 为了把我们的名堂, 把我们的苗哥完成下去。 回到老家, 喝上一口甘甜的井水, 烧上一碗苗人自家熏制的腊肉, 这些让酒居城市的乌辣宝被感满足。 寨子里的苗家人, 一般一天只吃早晚两顿饭, 早饭过后便要开始一天的工作。 在不是农郎的时节, 苗家女子们便会相邀一半去山脚的西边洗衣。 悬涉的西水, 伴着木槌有节奏的撬打, 这个在苗寨里十分平常的画面 对于乌辣宝来说 已是许久未能体会了 一时兴起 岸上的乌辣宝又唱起了动听的苗歌 正在洗衣的妇女们也应声喝了起来 由于苗族无文字 苗族人的文化传承 也只能靠歌乐形式来实现 这样歌乐便成了苗族人民 一种文化交流的手段 青山绿水应歌声 此情此景 让乌辣宝甚是怀念 就是想念但是也想嘛 但是越能够结束 越能够结束到这个身份 但是为什么呢 我坐在这里还是辛苦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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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